跑步的時候一定要有很棒的裝備 沒錯,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認識在亞瑟是五年來 亞瑟是給我很多很多的專業 就是關於跑步這件事情 因為要什麼樣子的裝備 我想運動的時候很容易會造成運動傷害 所以一定要有完善的保護 才能夠保護自己的身體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人生當中不可或缺的運動裝備是什麼 我覺得東玉山其實畢竟力氣氣 跑步最重要 一個跑者最重要的裝備 就是我們腳上的跑步鞋 欸,腳上的這一雙Light Show嗎? 是不是好好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聽說是你的新歡 其實我覺得 跑步有分很多很多階段 像我自己有人生 我有完成過全馬的那個比賽 在東京 對,在東京 那比方說像我腳上現在穿的這雙 這比較適合是 中初階的跑者來穿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它的保護性非常相當好 比方說像一些 像我自己也是休閒跑者 比較沒有列入那種高級的轉圈的跑者 對 所以腳的肌耐力上的話 像一般跑者來說 可能在跑的時候 肌耐力比較不足 所以比較容易受傷 那像我腳上這一雙的話 它的包覆性非常的好 然後它的支撐效果也非常的好 那像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要推夜跑 對 夜跑像其實現在幾乎成為台北市所有 不管是男生女生一種流行的態度 時尚態度 時尚態度 所以比方說像在跑的時候 像我們這一次 我們跑步鞋裡面添加了很多效果 比如說 像我們 如果大家對亞瑟是非常熟悉的話 亞瑟交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 在場都是粉絲 大家對亞瑟交也非常的熟悉 對對對 像這一次我們在跑的時候 夜間的時候 我們的鞋子會發光 因為它有個續光功能嘛 所以它白天的時候會熄光 然後晚上在跑的時候 隨時隨地就是Superstar 對對對 就是閃閃發光 會變成呢 別人眼中的焦點 也可以變成一種保護自己的一個方式 一個安全 所以 發現亞瑟這個Line Show 不只要外型非常的時尚 然後包覆性非常好以外 更棒的是 晚上還有讓你發光 注意安全 因為讓這個車子也會注意到你對不對 那我想呢 除了有一雙好鞋以外 欸 時尚造型很重要啊 很重要 剛剛一直講到說 其實跑步 到現在來說 對 可能以前啊 大家對跑步的那種印象 會覺得它只是一個運動 而且我對跑步的印象是什麼 就是伯伯啊 他們會穿那個白色的 吊沙 然後短褲 然後這樣跑 現在其實也其實 你也會這樣嗎 我不會這樣 現在幾乎的年輕人 我覺得 比方說我在操場上越大 其實每個人都很有自己個人的特色 比如說 比方說在穿搭這方面的話 幾乎 大家就會隨著自己 比方說身上 今天我要組 比方說你今天走的是桃紅色系 整個裝備搭起來 就會有一種 你屬於你個人的特色 你屬於你